富人身穿黑衣戴墨鏡 在齊樓東張西望 接著打開愛心冰箱 拿了一盤食物 他不是帶回家 而是往地上丟 不斷翻動冰箱裡的食物 拿一次丟一次 有人會來拿嗎 有 很多人會來拿 有這樣子喔 有很多人 大概都什麼樣子 也有年輕的 好像是學生也有 居民氣炸了 因為愛心冰箱 食藥給有需要的人 富人浪費食材實在可惡 而地點就在台中北屯區 居民發現滿地食物 立刻釣越監視器 覺得他看起來就好奇怪 我們就真的我們很 就會想說奇怪 怎麼都是你來拿 一天來好幾次 你有吃那麼多嗎 其實這種離譜的行徑 在台中已經截二連三 之前在台中南屯 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一名披著綠色絲巾的富人 打開愛心冰箱 拿出一袋麵包 直接往外拋 對 它真的不好 沒有道德吧 沒有道德喔 富人丟一次還不夠 隔美幾天又回來 將更多食物往外丟 甚至還用腳踢 將食物踢到馬路上 愛心食物被這樣一丟 壞的壞 爛的爛 居民說從監視器畫面看 這幾起破壞事件 富人身形相似 懷疑是同一人 公布畫面 希望對方有所警惕 不要再犯 把愛心食物 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記者年鄉期林佳穎 台中報導 頂媒 媳婦 航海 Polit Road